玩乐学堂 乔治跟上哦 我来喽 哇 你们骑车得小心点 佩奇乔治 下坡一定要抓住刹车哦 他们到达了路面上 碰到了谁呢 碰到了正在工作的狗先生 狗先生正在用这一个吊锤 来修补这条已经坏了的路 哇 修补这种路的交通工具呢 叫做维修车 在我们的平常生活中 如果遇到了维修的路段 我们一定要记得绕行 千万不要去打扰各位工作人员呢 猪爷爷和狗爷爷 驾驶着各自的船在合力比赛 哇 哇 嘟嘟 哇 他们比赛好激烈呀 朋友们 你们觉得是狗爷爷会赢 还是猪爷爷会赢呢 哦 我闻到了什么味道 是着火的味道 赶快打电话给妈妈消防局 哦 着火了 妈妈们 你们快来啊 哇 消防队员 兔妈妈 羊妈妈 猪妈妈和狗妈妈 已经在消防车上了 滴哒滴哒 前方人员请绕行 滴哒滴哒 哦 幸亏妈妈们赶得及时 这场火才没有越来越大 我们要给妈妈点个赞 佩奇 佩奇乔治和猪爷爷猪奶奶好像去了火车上 我们来看看他们坐的是哪里的火车吧 呼呼 山洞穿行 请注意安全 哇 这里的山洞也太酷了吧 山路蜿蜒 上哪 下 哦 吼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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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吼 穿过山路就到站咯 各位乘客请准备下车 哇 到站以后 猪爸爸和猪妈妈到了火车站去接了小猪佩奇和乔治 他们坐上自己的红色小汽车要出发了 好像没有油了 得先去加个油 吐吐吐吐吐吐吐 加满油喽 再见了 佩奇义家 再见了 狗爷爷 佩奇义家看着车车要去哪里呢 哦 我知道他们要去哪了 他们去了兔小姐的基地 你们看 嘿嘿 佩奇义家坐上了兔小姐的热气球 飞得好高啊 哇 他们飞得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金金姐姐也想要玩热气球 这样的话就可以在天空中自由的飞翔 飞呀 飞 哦 说到飞在天空中 朋友们 你们知道哪种交通工具 可以在天上飞吗 对了 就是飞机 登登 佩奇和朋友们坐上了一架飞机 乘客们请系好安全带 飞机要起飞咯 一二三 秀 哇 再见 佩奇一家 朋友们 你们坐过飞机这种交通工具吗 留言告诉我吧 别忘了点赞 订阅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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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﹝� 拜拜 好吃 较 咯